無線重頭劇《唐新風暴3》 今日舉行記者會 新舊班底聚首一堂 以短劇模式展示這套劇 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 夏宇透露《唐新3》風格上會承接上兩輯 而詩琦姐的角色會有大突破 有的有的 都有承傳分 風格有以前那兩集 但詩琦姐的角色是不同的 火傘很火白 火傘 火傘眼 即是經常要罵人嗎 都不是 她不是經常罵的 如果你很過分就罵 插上底線就不行 是呀 都會很恐怖 面對一種資深勞氣骨 新加入的翠玉BB 和香香公主 會否有壓力呢 緊張是一定有的 要一定拿這個緊張去 令到我自己的一個推動力 做得更加好 好呀 很大壓力 因為全員都很厲害 所有演員都很厲害 而且前後全部都很厲害 所以自己要很努力 現在在看劇門階段 一定要很飛上機 這些workers 請 請 請